跑呀 你要往哪儿跑 来 来抓我 就这点本事 还有抓我 多谢大侠救命之恩 大人 这棍子可不能这么使啊 你看啊 我们在拿这个棍子的时候啊 首先拿的时候呢 不要握得太靠后了 这样的话 很容易被对方直接就夺走了 明白吗 第二呢 你在打的时候 不要这么左批右批 这样的 明白吗 每一下我们都要让它有衔接性 像你刚才打这个坏人的时候 你打完之后啊 如果它直接冲上来了 来 我直接就可以 看到了吧 打完之后 我直接就可以戳 明白吗 如果它在退的话 我打 我这个时候可以这样打 那么这个时候如果再过来 我可以继续这样戳 戳 明白吗 另外呢 我们这个棍子还可以怎么用啊 你再来抓我的时候啊 我可以 直接用我的整个面的地方把你封出去 封 看到了 然后呢 然后呢 再向上 碰 这个时候 这个力足可以把你直接给打晕 明白吗 所以呢 拿法呢 咱们要记住啊 不要直接握在最下面 握在这儿 第二就是我们攻击的时候啊 要有连续的攻击意识 第三呢 你要懂得这个批 衔接这个戳 批过来之后啊 我直接戳 知道了吧 第四呢 你要学会用面的形式来攻击对方 我封下来 直接碰 这样的话 这个棍子就是很好的一个防身武器了 知道了吗 知道了 好好练一练 争取抓更多的坏人 多谢大家自要